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 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议员 谈到了上个月国会刚刚通过的两部 针对新疆强迫劳动现象的法案 9月下旬美国国会众议院分别通过了 《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 和《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两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国有商业运作的公司 证明自己生产于新疆的商品 没有涉及强迫劳动 作为《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联署人之一 史密斯议员长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 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持高压态度 去年他起草了后来获得通过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 他将习近平与正在白俄罗斯 引发大规模抗议的总统卢卡申科 做了类比 称独裁者在面对来自美国的制裁时 倾向于通过拖延来等待制裁的力度 逐渐减弱 但史密斯表示 来自两党的议员会保证 持续对中国施压 采访最后 史密斯议员还提到了 中国对其海外公民 特别是维吾尔族人的骚扰和迫害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